大家好 我们是追星姐妹 和直战大叔 你的这个fake smile什么又开始了 对 这算是啊 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视频了 然后呢 视频里面经常会看到大家 问我们一些比较私人的问题 哪里有很私人的 我们把以往大家问我们 所有的这些抛根问底的问题 全部都展现出来 然后呢我们会线上回答给大家 线上回答 因为有很多问题是在弹幕里面 有很多问题在评论里面 有很多问题在私信里面 所以呢我大概做了一个调查 把很多相似的问题呢 就是浓缩成了一个问题 今天的流程呢 是先问我们三个 针对我们三个人的 比较宽泛一点的问题 然后呢 是再是给每一个人的问题 然后最后 在粉丝的问题的基础上 我们会有给彼此的一些快问快答 就是我们想问彼此的一些问题 然后可以放在一个视频里面 一起来放一些 好那我们就开始吧 欢迎我们的今天的PD 对PD 我们的话会音音小 其实是小哈 你们还记得小哈吗 什么小哈 是导演 导演 导演 小导 俄文族 请看世界杯系列 对 世界杯系列 OK开始吧 第一问 又姐两个女士是什么关系 是姐妹朋友还是母女呢 母女 是母女 又再次受到一万点伤害 我们是姐妹花 还有花呀 我只想说姐妹 我们是姐妹花 气候 我想在这里就是说一下哈 就是说虽然是说我们是 就是肯定观众也会发现说我们相处方式 等一下 有件事 这会不会姐进去吗 妈妈帮女儿 好了 然后就是说肯定大家也会发现说在我们的相处方式当中啊 会掺杂一点那种母女相处的方式 大家肯定在想我们差多少岁大家可以猜一猜哈 姐妹是双胞胎呢 大家觉得像我其实觉得一点也不像 我觉得也不是很像 所以你们觉得像吗 我真的不知道哪像 但是我们不是双胞胎 然后呢大家觉得谁更美一点呢 可以在弹幕里面打出来 谢谢 静止拉菜 你们敢打你们敢打 再一个 大叔哥姐妹是什么关系 我们是 我们是三胞胎 不是啦 也有人问过这个问题 好像有人问过是不是三胞胎 不是 我们不是三胞胎 她是我老公 我跟她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对 从我的视角里面 这是我的姐姐 这是我的姐夫 这是什么 没有戒指 为什么不戒指 戒指去哪里 戒指去哪里 下一个 为什么在往期节目你们都穿的特别厚 这是个问题啊 为什么呢 我们是在地下室录你 然后呢 在蒨大地下室是一个极其寒冷的 对 我们要在这边录很长的时间 可能有时候要超过两三个小时 然后就会穿的多一点 但是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没有衣服穿 夏天的衣服已经穿过了 那是你们的官方答案 主要的是没有衣服 对 然后下一个 对 你们都在国外吗 对 我们在加拿大 我们都在多伦多 对 加拿大的多伦多 对 下一个 好想知道你们的身高姐妹看上去很大只 很大只 这是因为真的 这是她真的错词吗 我都不记得她准确的错词 但是大只这两个字是我有看到的 我不知道谁打了 对 就是我们两个呢 身高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1米71 1米71 虽然她总说是1米71 还是1米69.5 但是我 我的官方身高是1米69.8 不好意思 对 你要是我1米71 OK 大叔身高跟宋亚圈差不多 啊 为什么要不去宋亚圈 是1米80了 8米80了 慌了 大叔慌了 最好适合 我不知道 穿鞋1米83 你 你是不是穿鞋1米83 拖鞋1米75 哪里来那么高的内衷呢 大叔也就是1米81那个样子 OK 好像宋亚圈1米83 那就是宋亚圈 我穿上鞋不就跟宋亚圈一样高吗 好的好的 OK好下一个 你不在看私信吗 会 私信是我在看 对 然后会看 有时候我也会看 你也会看 我觉得有一时候 B站的私信功能 真的很不好用 没有办法搜索 然后也没有办法保存 就比如说你们给我们安利舞台 我很想要把就是 新的一些你们发的内容 想要存起来 可以以后再看 不行 你要翻到 就是你给我发私信的 那一个时刻 我觉得真的是 B站的工作人员 拜托你们了好吗 加一个搜索功能吧 对对对 对 然后是我在看你们的私信 然后是我在回你们的私信 对 下一个 你们是怎么安排录制的 为什么不能多更一点 多更 你们还要多多少 我快要被累死了 是这样子的 我们会一次呢 就像比如说 这一次是一个周六 我们会一下录个三到四期吧 就四期节目 然后慢慢剪慢慢播 但是呢 还有另外一个瓶颈 是剪辑的能力 也有自己的工作 所以只能晚上的时候来剪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更的速度会稍微慢一些 但是我们会尽量尽量保持 每个星期至少有一期 能更出来 我会觉得呢 作为妖主 我个人会更看重质量 就是over的这个数量 而且也是做了up主 这几个月 我们三个才真正体会到 原来做自媒体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但是呢 我们也是很乐在其中的 就是我们边做边觉得很快乐 但是我们也体会到了 做自媒体的人的不容易 对 而且我们三个人呢 也会有很多 我们自己的idea的一些碰撞 好 下一个 质量over的数量 没有固定更新时间 是什么时间 没有固定更新时间 你能帮我怎么样 答案请见上一个问题 下个问题 可以多出一些专业的点击声音吗 好问题 你是说我们一般人 出的不专业吗 不是 求你 没有啊 我觉得是这样子 专业这个东西啊 好客观的 不是 好主观的 我只能说 我们的初心 是看 我们想看的视频 或者是你们想和我们 一起看的视频 并且给出我们 最真实的反应 对 其实我是觉得 粉丝们他们大概想要的 我们给他们带来的一个输出 是说我们是 他们可以在我们的输出里面 有获取一些知识 一些有营养 他们在别的地方 可能听不到的一些点 所以呢 我们其实也是在不断地 听进我们自己的能力 下一个 大叔和你们是学声乐的吗 学声乐 哦 不是 呃 我们不是专业学声乐的 我可能 只专业 就是有认认真真上声乐课 可能上了 五个月 那个样子 大叔呢 就没有 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 对吧 对 我基本上什么都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 除了上过学以外 呃 上过学 大叔非常的喜欢唱歌 大概从小时候 从一岁开始会说话的时候就会唱歌 什么那个潇洒走一回来之类的 一岁 包容年龄 然后呢 你一岁就开始唱潇洒走一回来 对啊 真的是这样子 什么情歌呀 这些爱来爱去的 大叔从小就会唱 嗯 所以很热爱唱歌 然后呢 也就自己会钻研呢 会去研究一些不同唱歌的技巧 但是他们就是 就是 好好好 可以吧 听他们的天赋 天赋有点夸张 这个我感觉有点接不住 对对对 特别没有什么绝对音感 你们有绝对音感吗 我觉得他比我多一点 真的啊 我觉得他的就是音感比我要强 总的来说我的唱功 听上去会比他强 但是他的音感会比我强 音感体现在 老师不是这样说的啊 哪个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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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乐生呀 哪个老师 音感我觉得他比我强 但是我觉得我唱得比他好 对 好 下一个 你们什么时候可以出了唱歌视频 什么 我们三个吗 你们指的是我们三个 还是我和小毛 还是我们两个 还是只有我 还是只有我 我觉得他一个人的唱歌视频一出的话 我们的粉丝就大概到你了 而且小毛要唱跳 而且是就是不加音乐 我们的up生涯就到此为止 我们三个好像还没有那个计划 但是我跟大叔 我没有思考过 我有一个小小的创意 就暂时先卖个关子 但是看能不能 今年吧 今年内把这个创意给他们录出来 大家从我的这个 今年的这个野心里面 就可以看得出来 我的剪辑速度有多慢 好广啊 OK好 下一个 三人互问就到这里结束了 接下来是针对每个人的问题 OK 好 接下来呢 是给每一个人的粉丝问的问题 然后在每个人的问题之后 会有一起的 我们三个的快问快答 所以对 要看到最后了 先从你们一开始吧 OK 第一个问题 大家都很好奇 你的那个杯子是在哪买的 好的 这是真的很多人 就是弹幕跟评论 问这个杯子的链接 来把这个杯子拿来 首先呢 这个是小毛的杯子 被种草成功的 我有一个一毛一样的杯子 在楼上我没有拿下来 这个是小毛看我用完以后 他自己去买的一个 这个杯子呢 我没有链接 这个是我被我朋友种草的一个杯子 因为我真的觉得很方便 然后是有吸管什么什么 就是一天可以喝很多水 然后我是在亚马逊上淘的 这样一个杯子很方便 我觉得大家去哪买都可以买 买到一个这样的大水壶 随身携带就很方便 对吧 OK好 下一个 下一个也是给你迷的 大家都很好奇你的口红色号 这个 这个口红色号 again我没有 朱雪号 朱雪号 真的没有 我不敢相信 真的有一天 我会被问口红色号的事情 因为我是最不喜欢买口红 记得问口红色号 比较多的是 在我们搬家那一期视频里面 有人在问那个色号 那个色号呢 是一个Birdsby的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 就是一个唇膏类的 然后520色 我不知道是什么 是520 520色 我不知道就是 你们能不能买得到 但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口红 它也很容易掉色 它也不太持久 就是一个很普通 用来让我看上去 有血色的一个口红 现在到大叔了 大家第一个问题是 大叔是东北人吗 我什么镜像是这么凄凄 哦 是不是说的 我爸爸老家是东北 是哈尔滨那边的 然后呢 我妈妈是上海人 然后呢 我小时候是在河南郑州长大 所以呢 我也不知道我是哪儿的人 你要是说我是东北人也算 你要是说我是 河南人 河南人也算 也中 也能 你要是散海尼 散海尼也可以啊 也可以啊 满满雨啊 所以呢 我就是地球人了 下一个问题 大叔是换发型的吗 哦 说到大叔的发型 这个必须要cue到我了好吗 我是大叔的发型师 然后他说他要蔡徐坤的发型 我就给他剪蔡徐坤的发型 他要韩国欧巴 我就给他剪韩国欧巴 但是 他们都是一个发型 因为我只是想要 他无论问我要什么发型 我说好的没有问题 然后我就剪那一个发型 他说原来我被我弄弄了这么久 下一个问题 我很喜欢直男大叔 能不能多发言呀 哦 谢谢你对直男大叔的支持和喜欢 那直男大叔也得先能插得上话 对不对 这两位呢 就是说大喇叭 第一呢 这个音量我又上不去 那第二呢 就是说也没有他们的脑子想的那么快 你一般呢 就是不用 不经过大脑 就是协助说的 陈大叔会以后努力的 给大叔的最后一个问题 大叔什么时候开季的账号 我第一个问中 好咯 行咯 可以咯 走咯 好咯 走咯 我们不录咯 我还没腿都没起 这个东西大家大叔以前都已经回复过了 就是说 很多题材啊 很多策划呢 也都是这两位帮我们一起做的 大叔呢 如果没有他们的话 可能连就是饭圈是什么 我都不知道 以后呢 大叔可能会在这个 在这个站上面会发一些 就是说更多 让你们看到更多大叔的这个视频 好走开走开 我一刀切一刀切 一刀切 你们喜欢单口相声吗 哈哈哈哈 这一刀是针对小毛的 第一个问题 右边的那边才大一 怎么就当老师了呢 哦 我之前是在一个舞室跳舞 然后呢 后来这个舞室的老师就是 看得我好像 呃 看得不错啊 算个样 又跳得好 又好像还能教 然后呢就 有胳膊有腿 哈哈哈 然后那个时候是我 十年级的时候 然后呢 就叫我去兼职当舞蹈老师 所以是 到现在我已经教了几年 五年了 我已经教了五六年的舞了 然后是 一开始是教拉丁舞 然后后来是教HIPHOP 然后 呃 当舞蹈老师是我的兼职 所以就是我的 就相当于我的一个 打工 对打工 所以我还是现在在上大学 所以还没有开始工作 对 很样子的 哦 OK 好尴尬 哎呀 尴尬是你的日常 好下一个 好下一个问题 小毛是教什么舞蹈 哦 对我 那我前面讲 就是 我是教拉丁舞和HIPHOP 但现在主要是教HIPHOP 和就是爵士 对的没错 就是直男大叔善成的 小毛会出舞蹈视频吗 出舞蹈视频啊 谁上直男大叔和追星姐妹上 去学跳舞啊 说错了 是追星姐妹和直男大叔 看你们想看什么 你们想看他cover什么舞蹈的话 弹幕里面跟我讲 嗯 OK 好 最后一个 如果你现在见到姚琛 你会跟他说一句什么话 这个问题是我加进去的 啊 救命啊 为什么 我感觉你们的问题 我就是在这看戏一样 然后我就是下 我就是 你们一种 如果见到姚琛的话 我应该会跟他说 加油 啊 好吧 啊 我把我的指甲给扣断了 捲 姚琛你看到了吗 再加上一句 你很帅 好不好 非常非常内敛的一句表达 好 好 那我们现在三个人粉丝问问题的环节就结束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一起的快问快答 呃 先这样子开始吧 对吧 这样这样这样 然后这样这样这样 哦 你每次都是这样的啊 那用我做中间呢 啊 你想 你想窜位啊 好 最喜欢的食物 哦 我最喜欢的食物是 是 有快问快问 三文鱼 我最喜欢吃三文鱼 我超喜欢吃三文鱼 生三文鱼吗 生三文鱼 OK 我特别喜欢吃粉 各种各样的粉 什么样的粉都可以 烧烤吧 大惊恋的小粥饱一天三顿的小烧烤 好 哈哈哈 我最喜欢喝的是 Ginger Ale 但是我不知道中文是什么 就是有一点像气息的那种 就是反正是雪碧 对 我最喜欢喝奶茶 好软 我最喜欢吃 我最喜欢喝 我最喜欢喝冰咖啡 就是 对 Ice Coffee OK 好 我最喜欢玩什么 最喜欢玩什么 最喜欢玩 Mario Kart 就是 Mario Kart 就是 马力要赛车 还是 我喜欢 玩的话 我喜欢打排球 我最近比较热衷的是打高尔夫 他最近新买了一套高尔夫球杆 然后就逐渐沉迷于此 对 拉都拉不出来花了好多钱 下一个 下一个想去旅游的地方 嗯 我会想去欧洲吧 然后就是欧洲的很多的不同国家 你们还没有去过 我想回国 我也想回国 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国了 我已经有三年四年都没回国 想回都回不去现在 现在是回不去 大学里最强的科目 最强的科目 大学里最强的科目是生物吧 生物 生物啊 OK 你说分数吗 对啊 这会不会太private了一点点 85吧差不多 大学很强 可能我最高的分数 傻伙在来的路上 哈哈哈哈 那我好像什么都很烂的 我感觉我实在是想不出来 我很厉害 可能一定要说的话 可能地理或者经济吧 对 嗯 我感觉我大学最高的分数 可能是calculus 分级分 分级分 calculus是级分吧 而且我并不是就是 特别喜欢这个科目 但是就是我得分最高的 OK 哦 大学里最强的科目 嗯 我是就是那个统计吧 就是statistics OK 对 真的是烂的一套 但是calculus就是我最好的科目 地理 最大的优点就是喜乐 嗯 我最大的优点我觉得应该是 一定要说一个的话没吧 哈哈哈哈 我们懂 哈哈哈 一般我说他的优点是很善良 嗯 哈哈哈 我每次说你爱我什么 你你你你你很善良 我记了半天 挤出了一个你很善良 我谢你啊 哈哈哈 我最大的优点可能就是比较靠谱吧 哦 我说什么会做到 好的 嗯 最大的缺点 最大的缺点 就是 是我吧 是你 哦 我 我说你在看我干嘛 哦 最大的缺点是我比较爱管闲事 太对了 我的最大的缺点是 我觉得我有点 我旺性大 嗯 我的缺点呢就是 直男大叔的优点 就是不太靠谱 哈哈哈 对 普通上直男大叔给靠住 他今天 他今天能到已经很快了 OK 下一个 最近在听的一首歌 嗯 哦 哦 这个这个有用我一直在听这首歌 我 我最想看起来 难道不是姚琛的歌吗 不逼会的 是的 最近 对最近也在听姚琛的歌 我就有 我最近好像突然间 非常偶然的听到了那首什么 那年夏天我和你都在 这么老歌 那天夏天我和你在的那片海 还是叫什么 不是叫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哦 哦 王欣琳的 嗯 然后我最近听到的一首歌是 被某小朋友安利的一首歌 叫Day One H-O-N-N-E 叫Home的一首歌 Day One 超好听的 对 可以大家去听一听 好片啊 我突然想到我最近在听的一首歌 叫做Future 是那个 呃 是那个韩剧叫什么 Startup 哦 对它的主题曲 就我基本上会早上 就是开车的时候听 就会很 很让心本音 OK 下一个 KTV必点曲目 哦 哇这个太难了 KTV必点曲目是 最喜欢唱的是情歌 梁静如的 哦对对对 唱歌 每次都会唱 天呐我真的想不出来任何一首 泡沫 泡沫 泡沫我一定会点 嗯 还是你比较了解我 我真的想不出来 嗯 因为听得到错了 呃 我可能就是什么 爱比狂 张学友的 一定是张学友的 我喜欢银行 OK 等我走 好了 OK 好下一个 第一个追星对象 哇 第一个追星对象 林志颖 哦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 就是真正印象的追星应该是李宇春 对 嗯 雨伞 什么 是李宇春 不是吗 玉米 哦玉米 玉米 是 我的天哪 你离饭圈远一点好吗 这是毒药 他不是离雨昕吗 我留雨昕 嗯 我第一个追的星是红尘 好像是 嗯 红尘 快乐女生里面的 对 一个一个选择 第二名好像记得 你说 饭片 嗯 忘记这么多的视频中 你跟她的影响就是 嗯 哇 你先说 哦 迅速速速 每次都是我和俩先说 我第一个想到的应该是我们 录的那个 一人一个神迹舞台 因为我那个视频 我看 看得非常地投入 然后我们都哭了 所以那个是第一个出来的 对 嗯 我印象最深的舞台 的视频 应该是我们第一个视频 就是 哈哈 那个 那个 坐在电视机前面 还一人戴了一个帽子 你们去看一下 然后也没有打过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摄影背 又脸就说 我们在干什么 我 海印象比较深刻那个视频 是因为那个时候 我就记得那个视频 我姐第一 那个发上去以后 她说 哇 有三千的观看量 对 我说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在看 我震惊了 她说天哪 我不敢相信 我们的第一个视频就 三千个人看 我们一副没有见过 世面的样子 那你呢 志南大师吗 我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 那个我们看的第一 不是第一个 就是我们看的 那个时代少年团的那一回 然后呢 是他们唱的那个什么 盛夏的盛夏还是什么 盛夏的盛夏 对吧 然后呢 作为怪物和盛夏的盛夏 作为怪物和盛夏的盛夏 在之前我们也看过 那个TNT的那些舞台嘛 然后呢 但是 我都没有觉得 这whatever 然后呢 就是从那一次 我突然间对他们的 印象吧 就是有点转变 我就说 突然间觉得歌唱的还蛮好听 然后还有很多的这种 可能性嘛 所以我就是那一次 印象比较深 最后一个问题 你们的星座 在场是水瓶座的 请举手 小花也举手了 我们的PD也举手了 所以这是一个 被水瓶座包围的 狮子座 我对星座不了解 水瓶座是 很牛逼 哇 是我们会说的话 我应该 我应该说 狮子座才很牛逼吗 没有狮子座的 来牛逼给他们看一下 好吗 一般狮子座的属性 不都是很牛 我很牛逼吗 我水瓶座有什么位置 我一个 我狮子座又开始出来 来争了 你跳什么叫争 水瓶座一个 就是静静坐着 什么都要争 争一个你死我活 但爱于只有我一个狮子座 我就先安静一下 对 所以 那我们今天就这么多了吧 对吧 今天的问题就到这里 OK好 辛苦了 辛苦了 谢谢小花 辛苦大家问我们的问题 虽然你们也不是刻意 要给我们提问了 但是我们去有搜罗你们的答案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想知道 关于我们的 然后想要问我们的问题 弹幕评论 很私信我们 然后我们看有没有 可能在做下一期 回答你们的问题的视频 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大家好 我们是追星姐妹 和志南大叔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视频 还不错的话 请记得一键三连 然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你们想看什么 最最重要的是 一定要记得关注我们哟 你还愣着干嘛 阿是